Hello,大家好,我是叶晨峰 我现在去面试 地点是在中国村 坐地铁大概要过一个多小时 列车运行解放 前方是新宿 我现在已经面试回来了 这是我们的二面 相当于是富士 这次面试总共有七个人 其中有两个是研究生 一个就是我了 另外是一个小姐姐 剩下都是今年的英介本科生 这次面试总体来说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群体面试挺有意思 刚到公司的时候就让我们做一个测试 测试主要是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喜欢什么颜色 像这种兴趣爱好类的东西 群面就是面试主管提出问题 然后每个人轮流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做自我介绍了 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为什么选择自家公司 还有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规划 就在面试快结束的时候 面试官问了一个非常刁专的问题 全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来 这个问题就是 你记不记得在场所有人的名字 哪怕是记得一个名字的 也没有 这次面试呢我表现得非常的低调 没有过多的透露自己是研究生的身份 面试结束的时候呢面试官也问了我们 对于自己这场面试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给自己的评价就是中规中矩 没有过多的突出自己的特点 因为我已经签了工作了 所以对于找工作比较随性吧 双方看对了眼 这份工作才是比较适合我的 面试结果估计是三个工作日内会出通知 如果有好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 拜拜